大家好 欢迎来到Math学院 上节课我们学到了 索引的一个使用 那这节课呢我们来学习一下新内容 在之前的 学习中我们都是通过 命令行来管理我们的数据库 那接着呢 这节课开始呢你可以选择一种 新的形式来管理数据库 那像我们可以使用 像MathSycle提供的一些图形化工具 像WorkBunch 包括一些开源的工具 来管理我们的数据库 它其实呢和命令行下 通过命令管理效果是一样的 那可能现在 之前的通过命令写 比较痛苦 需要记住的命令有好多 那现在呢通过一些好的工具呢 可以提高你的开发效率 也可以 在这呢主要给大家介绍两种 第一种呢可以通过 我们Web形式来管理我们的数据库 那第二种呢也可以通过我们的 客户端来管理我们的数据库 也可以 那首先来看一下 像用的比较多的 PrpMyAdmin 那PrpMyAdmin呢 通过它的名字 我们也能发现 它是通过Prp 编写的一个软件工具 那可以通过Web方式 来控制和操作 我们的MathSycle数据库 那第二种呢 我们还可以通过 Sycle VLG的一个使用 它也是一个客户端的一个工具 那首先呢我们先看一下 PrpMyAdmin 那想使用这个软件呢 我们也需要到它的官网 进行一个下载 下载之后呢 需要简单的安装 以及配置 那官网呢我们可以直接到 PrpMyAdmin的官网 根据你的环境的需求 来下载不同的版本 那最新的版本呢 可以看到是4.3.4 要求是Prp5.3 MySycle 5.5 那这个版本呢 我们已经下载完了 我们一起来简单的安装一下 以及看一下 如何通过我们的 PrpMyAdmin 来操纵我们的数据库 来管理我们的数据库 好可以看到在这呢 我们的安装文件 解压之后就是一个安装包 一个安装包 接着把它打开 复制一下 那既然收到PrpMyAdmin 你需要把它放到 你的服务器下的根目录中 通过运行Prp文件的形式 来管理我们的数据库 我把它粘过来 粘完之后呢 我们来打开浏览器 localhost massedu 看一下拷贝完了没有 已经可以了 找到PrpMyAdmin 接着运行一下 index.prp 好 那接着你会看到 报了一个致命错误 fetveral call to undefended function mbdetectencoding 告诉你 调用了一个 未定义的函数 那证明你这个 mb扩展库没有开启 这时候呢 你就需要来打开 我们的Prp的配置文件 来开启相应的扩展 Prp.nr 搜索一下 mbstream库 找到我们的extension的位置 在这 开启一下我们的mbstream库 把前面的分号去掉 保存 接着呢 重启一下我们的服务器 找到我们的服务 稍等 重启之后呢 我们再来运行一下 看一下是否可以 阿帕奇 重新启动 接着再来刷新 你看到缺少 mySQLi和mySQL的扩展 那这时候呢 我们也需要开启 mySQL和mySQLi的一个扩展 找到我们的mySQL 去掉 包括mySQLi 前面的分号 保存 再来重启我们的服务器 重启之后呢 我们再刷新 看一下是否可以 好 可以了 可以之后呢 你看到 在这儿呢 需要来写上你的用户名 包括密码 又报了这样一堆的错误 缺少 mySQLi扩展 这已经有了 报了一个notice index 注意 注意到这个不是错误 我们可以忽略掉 这是我们之前 产生的错误报告 忽略掉 一个not 我们来登录一下 以这个用户名 root 密码 root 来登录一下 执行 登录成功之后 这是我们的效果 你可以看到 这就是一个通过web的形式 来管理我们的数据库 首先你看到 有哪些数据库 CMS 包括我的默认的 information scammer mySQL performance scammer 包括test的数据库 你可以在这点new 新建一个数据库 你可以新建一个 写成一个数据库名称 myse1 接着你也可以指定一下 校验规则 排序规则 我们就单独的写创建 你看到一个新的myse1 就创建成功了 你可以打开一下 像cms库中 点开这个加号 有哪些表 包括其他的像myse下 有哪些表 这样的一个形式 同样的你可以看一下 我们可以点开某个表 查看 像我们的员工表 可以看到 有我们相应的表结构 包括我们的数据 你可以浏览一下结构 有三个ID username 和员工的部门编号 以及它的类型 包括我们的这个规则 以及它的属性 是否为空 是否是主件自增 那接着你看到 是否是主件 包括自增 所以都有 那接着呢 你也可以点 浏览 看一下这里边 已有的数据 有哪些数据 接着也可以点编辑 来编辑这条数据 你看到king 我把它变成king111 员工的部门编号 写成一个3 一点执行 那这条记录呢 真正的就被改变了 不信的话 我们也可以通过命令行 来查看一下 回到我们熟悉的模式 select 信号 from employee 你看到king111 3 它和你在命令行下 写的色口语句 是一样的 只不过是在这 我们通过 鼠标点一点 稍微改一改 就可以完成 我们想要的操作 包括删除这条记录 确定吗 确定 以及你也可以在这 来写上这条色口语句 你可以查询一下 select信号 from from employee 条件是where 写成一个 dpid 等于3 接着点执行 你看到 查询出的记录 结果在这也有 和你在命令行下 需要写的色口语句 一样的 接着呢 你也可以点击 添加 更新 包括删除 都可以 那也支持我们的 插入操作 包括 可以把我们表中的数据 数据库中的数据 导出来 那以后呢 还可以来 像 对于我们的 权限管理 包括新建一个 存储过程 出发器 试图等等 都可以 那现在呢 也可以在这个数据库下 新建一个表 我们可以新建一个 新建一个表名 叫test11 一共几个字段呢 我可以写上一个 添加三个字段 点执行 已经有这么多字段了 我们可以 不要这么多字段 可以先来写上一个 id 类型int 长度可以不指定 默认值 没有 接着属性呢 写上一个 ansend 所以呢 写上一个prime 点执行 接着再往下 再来一个username 类型呢 我们可以选一下 写上一个 vx 长度指定一下 20 默认值 没有 属性呢 也没有 不允许为空 写上一个 唯一性 所以 所以名称呢 可以写上一个 unin username 确定 接着可以再往右 可以看到 你也可以指定一下 是否自增长 写上一个 ai 代表自增长 把第一个主件 加上 好 再来一个password 就可以 选择一个 x 类型 32 仅止为空 接着你点一下 可以选择一下 存储引擎 包括给这个表 加注释 预览一下 sircle语句 你看到 和你在键表时 写的sircle语句 是一样的 那接着呢 我们也可以这样来写 点保存 这样一个表 就新建成功了 你看到 就多了一个 test11的表 你可以点开它 来看一下 有哪些字段 包括 所以 接着也可以点这个表 来看一下 它的详细形式 结构 sircle语句 等等 那大家呢 可以看到 通过这种 外部的形式来管理 也特别方便 你可以点它 回到我们的主目录 退出 也可以 那接着你看到 当前的服务器 是我们的 默认的服务器 那其他的这些呢 等以后我们学到 后面的内容中 再给大家来应用 像我们的导入导出 我们可以通过它来实现 也可以通过 我们的 命令行 写你的sircle语句 实现我们的备份 包括以后的 存储过程 出发器 试图 我们都可以通过 命令来实现 那这是我们这个 peerp myer的min的一个效果 下来之后呢 大家把它安装一下 简单的应用一下 但是呢 刚开始学习的时候 还是不建议 大家使用这种形式 因为呢 假如说 你看我们学过那一堆 修改表结构的命令 那现在你要通过它来 修改你的表结构 就相当容易了 你说我想改一下 修改一下 把它的名字变了 叫username1 类型改一下 长度改一下30 直接一点保存 就改变了 但是呢 这个命令 你肯定就不会了 所以说 刚开始学习的时候 还是建议大家 来记住 相应的命令才可以 那下来之后呢 大家自己玩一下 这个peerp myer的min 有什么问题呢 我们再来交流 好 那这节课呢 就学到了 通过peerp 管理 myer的min 来管理我们的数据库 这个软件呢 我也会发给大家 或者大家到官网上来下载 之后呢 进行安装 测试一下就可以 那这节课呢 我们就上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收看 领域的 自软件均 的 赛装 电话